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南京朝天宫库房的电击仪式上 在电击杯右侧站立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恒 而左侧站立的则是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 那个时候故宫的工作人员都雄心勃勃 打算在南京大干一番事业 可惜好景不长 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新华战争 那么故宫的文物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1937年下半年 29岁的故宫博物院数物科科长纳智良 可以说忙的是焦头烂物 鉴于时局巨变 国民政府决定 尽快将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再向西南后方转移 也就是所谓的西迁 文物西迁大后方分三路进行 当最后一箱文物从南京运走仅十天 这座城市就被日寇占领 随后西迁路线被战火驱赶 也是走走停停 1938年1月初 纳智良奉命参与了文物从宝基到汉中的运输 当纳智良接到运输命令后 他犯了难 宝基到汉中当时不同火车 只有一条新修成的公路 可以使用 那么该如何找到运输的汽车呢 书中是这样写的 这段运输要借汽车装运 一辆车只能装二十多箱 我们有七千多箱 需要三百多辆汽车 在那时期是个难题 纳智良突然想到 陕西境内的军工商用汽车 都归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统一管制 经过多方联系 西安行营伸出了援助之手 按照仅次于运军火的优先级别 抽掉了307辆军用卡车来运输文物 计划分28匹运输文物 车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另一个难题又接踪而至 从宝基到汉中要翻越陕西的秦岭 秦岭是我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 多数山岭海拔都在2000到3000米左右 山市险峻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 纳智良的心中也充满了忐忑 1938年2月22日 庄运正式开始 没有一批车辆开出 大家都会提心吊胆 直到汉中那边打来电话报平安 纳智良才能放心 然而到了第四批车辆开出去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我们来看看 车开出时已是落雪了 雪越下越大 他们在途中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餐时 听说前面的山已经塌方了 普通的车辆还可以勉强通过 运谷物的车子怎敢冒险前进 车队被迫停在了一个小村庄边 哪知雪越下越大 渐渐的竟有几尺的深度 道路根本看不清了 这场大雪不仅让运输停滞下来 而且车队也断粮了 押运人员和司机饥寒交迫 怨声载道 当时 哪知良正在保机主持工作 得到消息后 他心急如焚 马上派人购买了大批食物 并且联系运送车辆 准备上山去援助 然而 面对恶劣的天气状况 没有一个司机愿意上山送粮 最后 还是一个年轻人给答应了 到今天我还记得 他开的是一部红车 车号是1407 当时 我的感激心情 是很大的 随后 这部运送食物的汽车 就摇摇晃晃的上山了 车开出不久 就看到山上山下一片白色 路被雪盖满了 找不出车迹 车子摇摇晃晃 盲目地走 不是碰到一块大石 就是陷入一个深坑 深恐 滑入山间里去 司机紧张地 连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所幸的是 他最终凭借着超群的驾驶技术 成功地送粮上山 最终 这批七千箱文物 安全地抵达汉中 整个运输过程 仅仅用了48天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 纳智良和工作人员 抵达汉中之后 在汉中文庙的一张合影 在照片中 最左侧的 就是纳智良 当时啊 汉中 那可是陕西中部 最为殷实的区域了 点手人员不禁幻想 这回 可以安定一阵子了 可以稍微修整一下子 然而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国宝抵达后不久 汉中机场被炸 大家还没有来得起 喘上一口气 就又开始 新的政策 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是四川的成都 1938年5月26日 国宝又一次被装上汽车 驶上了川山公路 开始艰难的转运 这一段道路陡坡很多 寒山公路曲折蜿蜒 汽车往返一趟 需要七八天的时间 而在运输的过程中 一辆车竟然发生了意外 我们来看看书中的描述 那时正在修桥 在桥旁搭了一座便桥通行 搭得不高 勉强通车 司机不慎 车子翻下桥圈 当时正在成都指挥的 纳智良接到电报后 心急如焚 他迅速联系了一辆卡车 赶到事发现场 一查情况 才松了口气 他回忆说 由于翻车的便桥不高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些箱子外面的编号 都是文字若干号 这说明 这是我们的文献馆的文物 都是些档案图书之类的东西 并不怕摔 车子虽是翻到了河里 但是这里却没有水 如果再往前走一点 翻到河水中 损失就大了 就这样 在这条街上 脑子的未经许 明天见